很多人都以为大力神才是最烧钱的角色 但其实还有一位九转大长远胜于他 他就是震荡波的做其力钻魔 纵观整个七部曲他可谓是最烧钱的角色 力钻魔全身由75581个零件组成 由于其复杂性以及那毁天灭地的威能 工业光魔的特效是不仅每次上传都需要大量时间等待 就连每一帧的特效都要花费上250个小时来制作 不得不说烧钱第一时至名归 而作为远古时代就存在的机械霸足 力钻魔喜欢隐居于弟弟之下 在变形金刚三中 震荡波骑着力钻魔华丽登场可谓拉风十足 其壁格之高让观众们一度以为他才是最终宝 在大波的指挥之下 力钻魔请客间就将百米高的大楼拦腰斩断 他造成的破坏力甚至超越了霸天狐领袖买的床 而凭借其锋利的锯齿 力钻魔能轻易动穿和粉碎一切障碍 最早期他甚至只是赛博坦上的一名矿工 但在得到震荡波的赏识之后 力钻魔也被改造成能吞天实地的猛兽 但这祸空有一身蛮力却毫无战斗技巧 随着开挂的擎天柱闪亮登场 即使强如力钻魔也只能节节败腿 最终被柱子哥一剑穿心 所以 好